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Forev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 林百里如何带领广达在A领域独占凹头 带工厂广达受贿于人工智慧热潮 股价创23年新高 创办人暨董事长林百里成为台湾首富 自欲为乌龟的他 曾形容人工智慧实在太好玩了 决定延后原本打算70岁退休 云游四海的计划 再占十年盼到80岁 林百里1949年出生于上海 一岁时随着父母逃难到香港 在贫民窟长大 苦读考上台大电机系 大三时确定自己未来要研究电脑 生性腼腆的他具备工程师精神 总是埋头想着解决问题的方法 信奉乌龟哲学 在事业经营上低调 踏实坚持到底 早就日后广达的江山 1988年他与同乡好友梁刺珍 共同创办广达 资本额仅薪台币3000万元 因为争取到戴尔等国际大客户 广达1998年笔记型电脑出货量 首度突破百万台 到了2001年 跃居全球最大笔电制造厂 2021年笔电出货量达7530万台 创历史新高 广达在过去35年的历史 其实经历不同阶段的转型 每次都能抓对趋势 林百里2023年5月 在家庭日活动表示 广达创业初期硬住头皮 做一动型电脑 去接下的很多客户都取消他们 但广达坚持电脑 可以做到一动式 事实证明笔电 才是真正的个人电脑 1999年广达股票挂牌上市后 林百里认为云端将会取代笔电 每个人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电脑应用 但当时运算能力不足 只好把运算放在云端 因此 2000年后 广达助手发展云端 到了2006年 广达拿下第一笔云端生意 与Google合作 象征新世代云端的开始 在林百里眼里 广达的创新步伐 必须跟住未来趋势 及未来人类应用 2004年广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取经学习人工智慧 当时还懵懵懂懂 2006年广达打造出第一台 人工智慧伺服器 现在已经成为 人工智慧伺服器的龙头 林百里说 广达已经连中三元 当上笔电龙头 云端龙头 人工智慧伺服器龙头 往后还有很多的新发展 新技术和新应用 广达都会领先 因为广达不止具备技术能力 也懂得相关营运方法 未来会更壮大 广达的创新能力与影响力 也让合作伙伴赞不绝口 2023年5月 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 黄仁勋亲自造访 广达旗下云达科技 在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摊位表示 在电脑产业重生的过程中 将有大规模电脑被替换 这是台湾和云达的黄金机会 辉达必须寻求云达的协助 打造出是介级伺服器和资料中心 眼看台湾电子业科技大佬们 纷纷传承交棒 广达仍由林百里 梁测镇两位创办人领军 并未有明显布局 林百里曾提到 高龄的定义是80岁 自己身体健康且头脑好 会把接下来的时间贡献给爱 判到80岁 不轻言退休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